好 那個我今天穿了宮廟服 有一個任務就是要來傳教 然後我要傳的教是數位公民教育這樣 然後大家 可能多少人有聽過臨時小學校 然後有一些人可能沒聽過 所以我前面還是會分享一下 臨時小學校在做什麼 臨時小學校呢 不是一間給小朋友的小學校 它是一個就是我們希望可以 嘗試去把G20V社群的 不論是精神經驗 去轉換為教育現場可以運用的養分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就是 小學校很像一個橋樑 然後我們嘗試去把G20V社群 或相關的公民科技 或數位公民教育的單位 他們的經驗 然後一起去轉換成 數位公民素養是什麼 以及在教育現場 老師可以怎麼教 學生可以怎麼做 然後我們目前的瞄準對象是 國高中生跟大學生這樣子 然後以及教育工作者 好 然後我快速講一下 就是小學校從2020年開始 我們收到了101件的提案 其中已經有64件 超過一半是學生提的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相信 學生們給他一個環境跟支持和陪伴 還有引導可以讓他們把想做的事情做出來 好 然後這個是 這幾年在專案複化競賽的提案 然後這張圖是哲偉做的 他把它分析了一下 就是目前我們收到的專案有幾個面向 一種是瞄準社會情境的 然後有篇比較急迫議題 像今年有一個是主動高中老師 來提了行人空間改善的專案 然後也有比較偏人文的 像是瓶林採集 他們有提了瓶林尋怪地圖 然後希望可以跟地方再生 在地方創生連結 然後也有蠻多的老師學生 是去提跟學習相關的 不論是資源的整合 或是更多像是 大家比較知道 可能是像那個開放課程的整合這個 好 然後呢 剛剛有說到小學校的角色 是做一個轉譯者嘛 那我們為什麼會想做這件事 就是其實在2020年的時候 大家開始 那時候108課剛才出來 然後我們就發現 其實108課剛才推的 自發運動共好 其實跟G0V 這上面是我們之後轉譯的 在G0V的精神 其實是很相似的 所以我們就在想 那G0V的自主學習 群學協作 跨界學習 跟數位行動的這幾個 在做的事情 可以怎麼樣帶到教育現場 所以呢 我們就嘗試去連結 然後這也是我們 最近嘗試在問說 老師們你們上完 臨時小學校相關的課程 參加活動之後 你覺得跟108課剛的 相關性是什麼 然後這是他們幾個 比較覺得有關聯性的 包含 包含是自主行動 然後溝通互動 社會參與的部分 好 然後我們小學校 其實現在在做的事情 是我們在定義 數位公民素養是什麼 那G0V社群 其實最大的力量 就是我們有能力去自發性 去協作一個專案 所以我們目前的目標都是 去希望可以陪力老師帶學生做專案 以及學生自己有能力做專案 好 所以我們目前在做的事情呢 我等一下只會列舉幾個 就是我們開始在開發 數位公民的課程 然後把這些課程 不論用線上或是跟學校合作的方式 就是帶入校園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在每年的培育完之後 我們9月會開始做專案孵化競賽 讓這些被培育完有想做專案的人 有一個舞台 好 然後 先來看一下 好 好 我剩一分鐘 好 就是學校課程合作的話呢 還有 小猴 OK 嚇死我 非常感謝小猴 好 感謝你的解釋 就是我們現在跟學校合作課程 其實都還滿客製化 看學校老師想要推什麼方向 然後有多少時間 那我這邊列舉幾個 像我們目前最近在跟台中女眾合作 然後我們已經合作兩學期了 那 這個合作呢 我們的做法是一學期的課 那前面的話 我們先去用媒體試讀媒體素養的主題 去邀請 不論是以公司方式 或是公民科技專案方式的人 他們怎麼樣去解決 就是假訊息的問題 然後之後再帶到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Cofax 就是其中一個在解決假訊息問題的單位 然後他們看到說 原來用公民科技專案 可以解決這樣子的社會議題的之後呢 我們就會引導他 好 那你今天如果也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你怎麼用G0V的模式去做一個專案 然後之後我們就會進行一系列的專案實作的陪伴 然後也會邀請就是G0V的長期貢獻者 擔任零食先輩 然後就不是吃的那個 是零食先輩 然後就是他們就會跟孩子們聊聊 你們現在專案遇到的問題 給他很精準的建議這樣子 好 然後另外是 這是我們在一學期陪伴之後 中女中學生們提出來的 然後也包含 除了他們比較在意的學業問題啊 時間管理情緒的狀態 也有一個學生 一組學生提的是 他們想收集台海的情勢 因為他們覺得 目前沒有太多給高中生的資訊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是 我們今年也跟DOWZERO 還有台大自公網媒所合作 然後是去合開 Eweb3 for Social Good的主題 然後最後也是 希望學生可以嘗試 用做專案的方式 去看看怎麼樣達成 Web3 for Social Good這個目標 對 然後 這個也是邀請了很多 到DOWZERO的講師 然後最後我們就是 開始一樣有 臨時先輩的進去 然後最後他們的提案 他們的提案也非常的精彩 就是這些的提案 我等一下很快帶過去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臨時小學校的官網 有一個數位公民實作課 裡面都有 哇 真的生意了一分鐘 然後另外就是 我們也有跟不同學校 像東吳政治 他們有邀我們 去分享兩堂課程 然後Ronnie跟 Desvickery的配 都有進去來分享 然後這也是 東吳政治的學生們 最後做出來的專案 然後再來是 我們之前有跟內湖高中合作 那這也比較不一樣 是我們嘗試在想 軍領域做專案的方式 跟設計思考的模式很像 那可以怎麼樣 就是 讓它加成有更好的效果 好 然後這是 內湖高中學生的提案 好 然後 我要宣傳一下 就是剛剛看完這些課 你會覺得 天啊 我已經畢業了 沒有辦法上 十分的可惜 所以呢 我們每一堂課都有把它錄成影片 然後會把它做成 線上的開放課程 讓大家上 那什麼時間會上線 就是我們在今年的 7月20 今年暑假 7月22到8月26 有舉辦 原力真能營 然後 我們除了過往的課程 也會加上今年的課 好 然後這些是今年的課 非常的多 已經有50堂以上 如果有興趣的人 剛剛看不清楚的人 歡迎掃描這個QR Code 然後就可以報名 然後最後是我們最近還有非常多 就是跟科技趨勢的相關合作 包含像AI的讀書會 然後也有跟民房相關的兩場講座 就在下禮拜跟下下禮拜 所以歡迎大家報名 好 我要被下去了 OK 好 謝謝大家 好 我們謝謝Tiff 那其實大家可以 從剛剛裡面就可以聽到說 不論你就是 有沒有參加過臨時小學校 或是很不幸的 你是沒有參加過的 學齡前兒童 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 就是都可以去看他們的線上課程 對 那也可以 就是多多follow臨時小學校的重點 我醫講 reno 符